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3月24日星期五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卫为大家声音导航 今天想和大家主要讲两单有关俄乌局势的新闻 第一单是布林肯在挑拨中俄关系 充分体现了西方政客的语言艺术 另一单想说说关于美国资深记者克森再次爆料 它直指美国中情局故意向媒体发放假消息 试图掩盖美国参与破坏北溪管道的丑闻 我们先看看美国政客有多狡猾 中俄两国元首会误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令患有恐恶症的美国感到非常焦虑 美国可能没想到自己一手酿成的乌克兰危机 反而令中俄两个敬敌越走越近 无奈之下唯有使出挑拨离间的阴招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3月22日的参议院会议上说道 乌克兰的利害关系远超出乌克兰的本身 对亚洲都有深刻的影响 虽然他不认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的援助 但他将中俄关系视为联分 认为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他还笑俄罗斯 他说这段关系中只不过是扮演一个小弟的角色 布林肯的这番说话很明显就流露出一股酸味 言下之意就是 中俄是因为暂时的利益走在一起 这种关系是不会长久的 很明显就有挑拨离间的意图了 其实布林肯的挑拨反而更加引证了美国的心虚 短期来看美国的担忧 如果俄罗斯得到中国的大力支持 乌克兰和西方就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长远来看 如果中俄形成比盟友更加巩固的关系 最终可能更会动摇美国的霸权体系 美国抹黑中俄结盟 但自己拉帮结派就是理所当然 这就是典型的虚伪 美国经常在认说自己的盟友 都是因为共同价值观走在一起 但事实是 美国用霸权来捆绑盟友就是真的 所谓共同价值观只不过是一块遮囚布 美国出卖盟友的事 难道他做得少吗? 因为美国仍是头号恶霸 所以大家都怕了他不敢反面 但如果有一天 美国失去了经济和军事的霸权地位 到时还有几多个国家会卖理账 美国与其关心中俄关系长不长久 不如先转头看看 你身后那帮小弟的笑念背后 有几多人把刀藏过了? 说完美国政客的虚伪 对了我们再关注一下北溪管道爆炸案的进展 北溪管道事件变成了罗生门 自从2023年3月7日起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德国时代周报等西方媒体 就不断将矛头指向乌克兰 指它炸毁了北溪管道是一个亲乌的组织所为 但事件很快又出现了戏剧的一幕 美国资深记者赫兰 继2023年2月发表调查报告 就说美国先是炸毁北溪管道的空手后 在3月22日又再次爆料 他说CIA就是美国中情局 其实是有份和遮掩事件的 赫兰在报道中写道 之前披露的内容在欧洲获得关注 但几乎被所有美国媒体封锁 美国白宫和CIA一直否认美国应该对管道爆炸负责 但就有消息人士说拜登不会派情报部门 调查这件爆炸事件 因为他知道答案 克兰还爆料 德国总理索尔茨访问美国时 与拜登进行了一个80分钟的秘密会谈 消息人士说 他说双方有讨论天然气管道的问题 接着中情局接受了一行任务 与德国联邦情报局合作准备一份封面故事 用来代替了北溪管道事件的真相 这个封面故事就是透过美国、德国媒体发表报道 将幕后的黑手指向一个所谓亲污的组织 而美国中情局偽造这个消息并传递给德国人 目的是为了诋毁克兰的报道 克兰还引述消息人士说 拜登总统亲自下令诈毁北溪管道 克兰做了差不多60年的记者 多次都揭露美国政府和军方的丑闻 他也曾经率先报道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制造美来村屠杀 这件事在美国国内激化了强烈的反战情绪 一定程度上就促进了越战的终结 作为一个资深记者 克兰的报道未必是空月来风 2019年4月15日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就在德州龙公大学演讲时亲口承认 他说他担任中情局局长时 他这样说 他说我们说谎 我们欺骗 我们还有一门的课程 专门教这些 这些都是提醒 我们美国是怎样造就今天的荣耀 完全可以看得到 其实美国CIA真的不是什么好事 其实中情局过去都做过很多不见得光的事 国际人权组织在2019年踢爆 亲亚富汗政府武装 撵杀无辜 狡辟失踪 攻击医疗保健设施 都是因为得到中情局的支持 美国前中情局技术人员斯洛登 他在2013年爆料 他说美国是最大的黑客帝国 在全球范围内至少发动过超过6万1千次的网络攻击 其中有不少都是针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 同时还秘密在监控美国人民 严重地侵犯人民的自由 在常理分析 在北溪管道爆炸事件中 谁的利益最大 犯案的动机最充分 分媒赫尔辛基时报 在2023年2月16日报道中 说俄罗斯对北溪的投资很大 绕过其他欧洲国家 将天然气直接送到德国 任何中断破坏都有损利益 要修复的费用亦非常昂贵 反而美国在北溪管道爆炸后 就向欧洲用高价贩卖 液化天然气 赚到盆满撥满是事件最大的得击者 子永远包不住火 方言掩盖不了真相 谁才是炸毁北溪管道幕后黑手 相信最终一定会水落石出 今天的今天焦点到这里 下周一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